你好 两位好 我们看到指数在早间是有一个低开低走 户指一度是震荡下行 跌破到3200点 个股也是跌多涨少 早排来看就已经有3700只股份是飘绿下跌 而机车产业链方面也是集体有一个走低的情况 开盘半小时成交就达到了2910亿的水平 感觉气氛方面还仍然疲弱一些 首先请您为我们盘点一下 今天A股方面关注到的一些焦点情况 好的 确实应该说8月最后一个交易日 大盘还是出现了一定的这样一个回调的走势 其实整个8月份两次大跌 还是跟两个关键人物有关 之前我们注意到华为总裁任正非讲话 带来了一丝寒气 大盘出现了一轮下跌 今天的这个夏天还是跟巴菲特减持比亚迪有一定的关系 刚才主持人也介绍整个汽车板块 包括新能源板块确实也受到了比亚迪的回调 那么赛道股出现了一个明显的调整 从整个今天的市场表现来看 像成长板块创业板 科创板压力表现的比较大一些 相对来说前期比较底部的白马板块 上振50或升300相对还是比较平稳 所以整体市场还是出现了一定的这样一个风格的分化 但整体来讲 大盘还是处在一个震荡探底的一个过程当中 基本上我们认为中报披露接近这样一个结束 那么市场也是根据业绩在做一个重新的一个排序 整个板块方面机构也处于一个根据业绩 在做一个重新的排序 处于一个调整的一个状态当中 但是以上证指数来看 下方3,150点到3,200点这个区间 实际上未来一段时间 还是会有一定的支撑的这样一个效应 没错 郭老师您刚才提到 就来到8月尾声 这个企业半年报将会全部的披露完毕 那进入到这个9月份了 对于这个季优兰筹中报业的 这个业绩兑现的一些公司 以及这个上半年业绩增长明显的 一些行业板块或者是个股 有没有机会是迎来一轮的黄金炒作期呢 确实中报披露结束之后 市场应该说进入到9月份 很显然肯定会根据整个中报的 这样一个业绩的排序 市场有一个重新的调商的过程 那么目前来看 我们根据中报来看大概确实会集中在几个方向 一个就是整个景气仍然比较优良的一些 景气向好的一些板块 未来可能还是一个比较值得重点关注的 第二个确实一些带有防御性的 估值比较处在底部的 像最近我们就看到 每次大跌当中 金融地产板块就表现出一定的这样一个 抗跌的这样一个优势 那么另外还是要符合一些政策导向的一些方向 那么可能在未来9月份当中 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布局的机会 明白 那我们再来看到消息上 关注到8月29号支持保交楼的 2000亿的全国性专项借款 进去也是开始启动了 房地产板块是出现了一波异动的拉升 包括像青头发展一度是有涨停 万科A还有这个中交地产新城控股等等 都有在跟上那么在中央大力出手的挽救之下 想问一下您的房地产板块 您认为有没有机会可以出现一个反转行情呢 确实应该说中央对保交楼的政策再度明确的话 确实也是消除了市场投资者的一些疑虑吧 应该说整个如果说政策能够及时出手 把整个房地产的相关的风险控制在一些局部的范围之内的话 那么这对整个宏观大局肯定是比较有利的 那么再结合像今天万科的预量也明显表示 整个行业确实已经到了一个触底的一个状态 因此未来我们相信随着政策逐步落实之后 房地产行业应该会有一个起稳的一个过程 就风险慢慢逐步消化 但是说要马上进入到反转 我们认为条件可能还不成熟 还是需要一定的时间 所以反映到股票上反映到房地产股上 肯定会有进一步的一个分化 应该说率先起来的还是那些 质地比较优良资金链 资金比较宽裕的一些企业 相对来说他们在未来一段时间 一个是有充足的资金 可以更充裕的去拿地 第二个未来的经营情况 可能会有一定的改善 所以这些企业未来的发展前景 可能会更理想一些 好的 那么我们近期也是看到 涨幅较强的板块 就是这个养殖相关股了 包括这个养鸡养猪的概念股 震荡走强 那看回一些年报 截至16号 已经是有十几家上市租企 是发布了上半年的一个业绩 那从财报上来看 绝大多数的上市租企 仍然是要面对亏损的 这样一个状态 那您觉得这一轮的升幅 是大家预计 这个下半年的盈利是有所改善吗 您觉得这个行业会迎来一个拐点吗 确实实际上今年以来 整个猪周期一直是市场关注的一个焦点 虽然我们从中报来看 大部分养猪企业 养殖企业都还面临了一定的业绩的 这样一个亏损和下滑的压力 但是实际上市场对整个猪周期的预期 已经得到了一个明显的改善 从最近几个月的猪肉价格的表现 就可以看出整个7月份猪肉价格环比 还是有一个明显的上涨 甚至较年初的低点涨幅 已经超过80% 因此以目前接近20多块 23块一公斤的这样一个猪肉价格来看 大部分猪肉企业就开始进入到 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盈利状态 所以这可能也是 大家认为进入到三季度以后 猪企的一些盈利拐点可能会出现 同样我们也注意到 本周国发改委也明确表示 如果猪价进一步上涨的话 还可能年初是因为猪肉价格过低 采取了收储的行为 那么如果说涨幅过大的话 他们会采取一些抛售抛储的 这样一个行为 来平缓一下猪肉价格的一个波动 但整体来讲 确实其实猪肉价格的拐点已经出现 因此未来的养殖企业 他们的拐点也可以出现 所以这也是机构比较看好 下半年整个猪周期相关的 一些产业类的一些机会 那近来我们看 市场分歧再加大 在悬股部署方面 对于价值股跟成长股 这两种不同的风格类型 您认为哪种会更加占优呢 那么对于未来的一个投资部署 又会有一些怎样的建议呢 确实进入8月最后一周 我们还看到机构对整个赛道方面和板块的风格 出现了一定的明显的分歧 整体来讲呢 我们认为短期确实随着中报 然后进入到接木 拉开进入到收尾的状态的话 相对来说一些估值比较低的价值难扯股 相对的这种抗跌性的因素 会逐步体现出来 那么估值也会有一些提升 而前期比较拥挤的一些赛道股 一些成长股 还是需要经历一些业绩的一个考验 和估值的一个消化 但是如果把时间拉更长一点的话 从中长期角度来看 我觉得目前整个A股 还是处在一个结构震荡式的一个过程当中 所以就指数来讲 像我们对上证指数的判断 可能还是处在一个相体震荡 下线可能接近3100点 那么上线的压力呢 可能3400 3500的压力还是有一定 所以会在这个300 400点的区间内 进行一个震荡的话 实际上整体 整个板块 未来还是会处在一个价值跟成长 相对轮动的一个过程 我们觉得偏均衡的策略 可能会更合适一些 而不是简单的极端的一个 单方面的一个风格 会相对明显占优 所以采取一些均衡策略配置 可能会更适当一些 好的 感谢郭先生这一时段的分析跟解读 我们先休息广告过后回来再聊